准备一张生圈纸,局部折皱一下 再要寸插的部分把它折皱 然后再这样摊平 再用干笔蘸点笼墨,千万不要蘸水 再折皱的部分这样画出山的形状 边勾边寸插 折皱的部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山石的基礼 画完一遍以后 在山峰的底上还可以强调再画一遍 这样更能够突出山峰的折皱效果 注意指在山峰的边缘加重加浓 山体的中间部位适当地轻轻寸插 利用折皱衬插出一些基底就可以了 衬插的时候注意山体要散浓下蛋 流散向下慢慢地形成浓淡的过渡 这样画出来的山峰才有变化 太阳了